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7月14号星期天的中式五件新闻 我是叶子娟 今天开始要带您关心苏丽台风的前脚才刚刚走 不过它引进的西南气流让高雄出现了惊人的豪大雨 于是最大地区是在凤山区 一个小时的雨量就超过了70毫米 造成了多条道路积水达到半个轮胎以上 市区整个汪洋一片也让许多冒险经过的车辆 直接抛锚在路中央 天空中下起了滂沱大雨 雨是大的惊人 高雄市多数道路出现严重的积水 车辆简直就是在河道中前进 短短的几个小时 高雄市的凤山新兴区 雨量就飙迫了100毫米 海水根本来不及 许多条道路积水都达到半个轮胎以上 车辆冒险通行 结果都泡帽在路中央 拖掉车来来回回忙个不停 后路大概到小腿这里了吧 整条路就是大概骑过去10台 摩托车里面 大概5台都泡毛了吧 不只是平面道路 国道末端还有大货车专用道 也因为积水严重 警方拉起封锁线 暂时禁止通行 甚至还传出多个水沟盖 因为水势太急 喷出路面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而大雨整整下了三个多小时 积水才逐渐退去 速力台风离开之后 反倒是回马枪带来的好大雨 才让高雄民众感受到它的恐怖威力